意大利护士鬼鬼祟祟正在帮人打假疫苗 但现场民众都知道疫苗是打假的 因为他们全是反疫苗人士 为了取得健康通行证才与护士串通 对比欧洲国家严格实施通行证 巴西这个地方仿佛忘了疫情 虽然李约热内卢市长先前宣布取消狂欢节的游行 但这间森巴五学校为表演的彩排不受影响 只是现场不少人没戴口罩恐怕成为防疫漏洞 至于曾经单日破百万例的美国疫情稍稍趋缓 纽约单日平均确诊下降40% 波士顿废水病毒量也有降低 FDA顾问认为新冠是一种冬季病毒 按照去年的经验 二月后情况就会好转 法国和英国也不约而同认为 这波疫情高峰似乎已过 英国有信心 医院底检视防疫措施时可以再松绑 至于莫德纳药厂也宣布 Omicron的新疫苗将进入临床阶段 希望三月能提供新的数据 同时他们也正研发一款三合一疫苗 莫德纳执行长说这款三合一疫苗 渴望在明年秋天上市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